大家好,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嫦娥4号通过什么传回照片呢? 嫦娥4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,东京177.6度,南北45.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, 并通过雀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,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。 由于月球的自转和公转周期相同,因此月球永远有一面,一直背对地球。 而嫦娥4号将首次实现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的着陆和探测人物,从月球表面如何与地球通信。 这就需要一颗中继卫星来实现与地面站的中继通讯。 雀桥号卫星就承担起了这个通讯中转站的任务。 您知道了吗?